我真的很討厭這裏的空檔 駕駛車突然停在你前面 嚇死了 心都來一來 它已經掩著裝痛了 好像不知道想什麼 即是怎樣?碰瓷檔? 拿好那件東西 一走就 那旁邊的車頭都是黃色的東西 當時其實我都很生氣 但沒辦法 它真的定得中 我想它真的訓練有數 真的很悔 經常都遇到這些 打劫都還好 打劫就盡多給錢你搞定 有點傻的大哥 一遇到我的心是真的會跳的 你怎麼知道他拿把刀出來 你就是這樣先的了 17年男人 被罵了三個女生 兩年輕人被罵了 15年男人 兩十十年男人 今天被罵了 被罵了 對,你聽得到 十十年年 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睇柴犬春卷 對了,剛才大家看了一些片段 都猜到我們今集想說什麼 那為什麼我們又說同黨呢? 因為我們最近發生了三件事 都是跟同黨有關係的 所以想趁今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英國的同黨 相信住在英國的朋友 都會經常見到 好像我一樣 我經常駕駛車到處去做事 經過不少地方 例如超市、公園、住宅區 都會見不少他們 在圍在一起玩 搞破壞 我本身就真的不是很害怕 因為他們都甚少會搞到我 通常是自己在玩玩 雖然我不害怕 但我相信有一群朋友 看到同黨都會很害怕 沒錯 我就是很害怕那個 不過我一遇到他們 我真的會手藏腳震到很害怕 總之見到他們 我都會避之側刺 那他們走過來 我就手都震了 那同黨全世界都有 不只是英國才有 雖然全世界什麼地方 都會有同黨這件事 但為什麼英國那些 會特別的令人害怕呢? 就是因為這裡 是有很多的法律 去保障一些未成年的兒童 很多時候這些同黨 就算被人告到上法庭 如果沒有什麼嚴重的傷亡 其實都是沒什麼 甚至如果你在街上 遇到一些同黨問題 需要報警的話 警方都會因為 如果對方是未成年的話 而你又沒什麼事的話 都不會怎樣受理 反而如果你反擊的話 有機會 你是被人告一會的那個 人身安全很重要的 但是也不要忽視網絡安全 多謝我們今集贊助商 Surfshark VPN 大家在外面街上 用公共WiFi的時候 其實網絡上面 已經有很多人潛伏 打算偷取大家的資料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防止他們呢? 就可以裝回Surfshark VPN 經常上網買東西 都會輸入一些個人資料 例如信用卡資料 地址 電話 這些都是我們的寶貴資產 大家用Surfshark VPN 可以加密網上數據 防止黑壓入侵 這樣就可以確保我們 上網的時候 都可以非常之安心 安全 還有一些很有用的 例如一些AI程式 現在大家都經常會使用 也可以在我們工作上 或者生活上幫助我們很多 但是有這些程式 在某些地區會受到限制 而Surfshark VPN 有一個最強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將你的IP 轉換到其他國家 所以就算你身處 在一些受到限制的國家的地方 都可以解鎖 用到這些軟件 我覺得這件事真是很重要的 Surfshark VPN 最棒的功能就是 一個帳號 可以無限這麼多部裝置 一起使用 和爸爸媽媽 妹妹弟弟 姨媽姑姐 一起使用都可以 一個月費 一杯咖啡價錢 都不用 你說是不是超級划算 真的超級划算 未訂的朋友 應該怎樣 可以按入下面的連結 訂購Surfshark VPN 輸入我們的專屬優惠碼 CHUN春 就會有特別的折扣優惠 訂購24個月的計劃的朋友 更加會送你 4個月的額外使用期限 還未訂購的朋友 快點行動吧 今次都不得不 讚多一次Tesla 錄影的功能 它可以多方位 完全錄到 當時發生的所有事情 第一件同檔事件 是當我們駕車 想離開Retail Park 看到有個男生 在遠處駕駛的單車 追著我們 事前我們沒有任何前轉 即是我們沒有跟他 發生任何接觸 Tesla 怎快也不夠小朋友單車快 去到出口準備出回大街時 小朋友駕駛的單車 突然停在我們前面的路中間 他停下了 攔住了我們的去路 當然春巴也停車了 而這個男生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腳發作呢 不斷摸著自己的腳 很痛的樣子 這次沒有車鏡頭 真是糟糕 他掩著腳 不斷摸 真是說什麼都行 正當這個男生 正在發揮著 他未是好道家的演技時 另一邊廂 又有另一個長髮男生 同樣踩著單車 攔住了我們的去路 這個男生 和春巴 遮住了一個騙子 不說 以為我們認識 他走到春巴車窗 不斷問春巴車的東西 我還有一個問題 你不是在美國的車 那是車廂嗎 是車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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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聽到英文 我沒有聽到英文 總之就是無厘頭 Google都發明了很久 你這麼想知道 Tesla的東西 可以去Google問 不用在馬路截停車 是否問這麼老實 現在說回來當然是輕鬆 當時我也不知道他想怎樣 在這個位置 足足擾讓了我們 起碼五分鐘 春巴才是想辦法離開 Tesla的東西 春巴我想問你 當時怕不怕 其實不怕 我完全沒有怕的任何情緒 因為我知道他其實想做甚麼 第一我會知道想做甚麼 因為我們不是第一天來英國 我們之前已經遇過幾次同黨的情況 我完全不知道他是無聊 想玩 想找些東西來聊一下你 所以我完全不怕 我只想 又要浪費多少時間 他才肯讓開路讓我離開 我只是這樣想 你當時不會覺得 人生會受到威脅嗎 那就不會 我看他的樣子都十三四歲 做些甚麼可以 有樣子看的嗎 也是 有些人真的沒有樣子看 我沒有想那麼多 我只是覺得他是找些東西來搞我 不想讓我離開 大家看影片都看到 他真的想攔住 我也是想來打劫的 因為我上次 在上次那條影片 上年 好像上年那條影片 還沒被一班同黨攔截住 當時我有撥他的 而撥他之後 他們情緒更加高漲 所以這次我就 好 你要玩 好 慢慢玩 想問問題 我照樣回答你 我覺得我有些時候 不激怒他 他們沒有忍 就會放我走 就是這樣 當時那兩個同黨 對你車很有興趣 問你車是否新的 你當時 有沒有想過 他會整花你的車 有的 所以我就不會 首先 我就不會 令到他生氣 我就要說 是嗎 這個也是 很普通 很糟糕 然後他就 不知道問我什麼 然後我當然 我假裝聽不明白 你說什麼 我不是很懂英文 其實 I don't understand in English 然後他就 拿電話出來 你說什麼語言 我google translate 其中一個同黨 在google translate 另一位同黨 就有些行動 我看到一隻手 有拍一拍我的車頭 我覺得 他應該不會去破壞我的車 為什麼呢 他看到我的車有鏡頭 他有一點點是 看一看我的鏡頭 之後這樣 你看片段 會看到他這樣 因為他有一點點 這個位置 所以我也有一點點放心 他不會搞 那你跟我的想法 是完全相反 你會不會覺得 你覺得我是過分的 憂慮呢 會的 所以大家不同 有些人會覺得 英國同黨有什麼好害怕 香港夠有古惑仔 香港也會被古惑仔兇 對不對 有些不是古惑仔 還兇 還兇 可以嗎 以前 放學 或者是有時候行公園 都會被人 說什麼 都會遇到這些 所謂香港的同黨都有 可能春媽 就是香港未遇過 沒有啊 我沒有遇過 所以對於這些情況 特別害怕 不會處理也很正常 我們這些 身經百戰的人 當然不會害怕 這些小朋友 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是困擾的 因為他真的會浪費你時間 你不知道他下一步會搞什麼 你不知道他搞你多久 但這次我覺得 都很幸運 他真的沒有用腳踢你架車 因為上次有 上年新年那條片 那班同黨是有踢我們架車的 那這次沒有我覺得 都很幸運 那你覺得你這次的處理方法 是不是都算是對的 都對的 因為他很多時候跟我說話 我都假裝 我不是太明白 因為你越是明白他說什麼 他越是想跟你吹嘴 他讓不放你走 那我覺得我假裝不明白 那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說什麼 I don't understand 那他反而覺得 他沒有人 都不想跟你玩 又幸運 後面馬上有輛紅色車 剛巧在後面 想走 然後我見過那兩個同黨 就疑一疑個位 然後我就想 不好意思我要走了 拜拜 下次見 那我走了 那你建不建議 其他香港人 遇到同樣的情況 都是用相同的方式去面對他們 絕對需要像我這樣去面對他們 因為我上次就是用一些強硬一點的 我撥他 那那班人就生氣 生氣他做什麼 可能會踢你輛車 會舉中指 會罵你 用粗口 有一次在公園在利伯浦 又被人問候 那次可能都是我們語氣上比較 即批到他 那他就生氣 因為這次我就 沒有 我不太明白你說什麼 他又覺得 沒有人的 沒有東西好玩 那你自然不玩 對 我覺得這個處理方法會好一點 始終我們這個人 人樣跟他們不同 他覺得你聽不明白 其實都很正常 是不是 他當然是專門選一個 我們這些樣子的人來欺負 難道他選一個 大隻佬 Local人嗎 這個是很正常 所以我覺得不要跟他硬碰硬 就最好 這個方法跟你上次 在法國遇到箭圖的處理手法 是一模一樣 都是大同小異 一個就是騙案 一個就是貪玩的小朋友 對 差不多的東西 你都是目的想脫身 脫身當然是 裝傻裝模 是不是 這個很需要訓練你的演技 我就是要向你多多學習 最重要是不要害怕 害怕你就輸了 好 我們現在去第二個 我們遇到的情況 不是 正確一點來說 是你遇到的情況 阿春巴 你可不可以簡述一下 當時發生什麼事呢 當時呢 就是我開一架i3 不是開Tesla 我是一個人 去一個地方做事 沿途經過一個地方 那條路是A路來的 離遠是看到一條天橋 天橋上面有三個小朋友 十幾二十歲的小朋友 拿著一個膠袋 裏面就裝著一些黃色的東西 我猜是一些液體來的 然後舉著 我當然知道他想做什麼 就是當我的車子 經過的時候 就扔下來 完全猜到了 不過我可以怎樣做 我一天就停下車 一天就照過而已 那我想 糟了 又中硬了 那我當時都是 唯一可以一直向前走 因為後面都有車 我不可以突然不停 果然 在我經過天橋前 他就扔下來 他就扔中車頭 那我也慶幸 他不是扔屎 是液體 那我立刻就找附近 一個 retail parking 看看究竟是什麼 來的 扔了什麼 還有檢查一下 我的車鏡能不能錄到呢 誰知道 車鏡當時錄不到任何東西 為什麼呢 原來是 電鍵沒有插好 所以錄不到當時發生的狀況 但我馬上用電話錄下 它究竟淋了什麼 是黃色的 是什麼 剛剛的同檔 就在天橋上 倒了一些黃色的東西 整個車都是 至於這些是什麼 大家自行判斷了 我沒有理由去問一下它是什麼 我只看到黃色的 大家自己去想一下 理解一下它是什麼 我都不想去深入再研究是什麼 對 旁邊的車頭都是黃色的東西 我馬上拿車去洗 唯有 這件事也是 其實當時我都很生氣的 我明知道它是想扔東西下來 但我什麼都做不到 對不對 我唯一就是 希望它扔不中 對 希望它失手 但是沒有辦法 它真的扔得中 我想它真的訓練有數 其實 是不是 我覺得大一個可以做 去打籃球 一定厲害 Lebon James 不是 這裡是輕踢球 一定厲害 誰是誰 誰是誰 不知道 隨便吧 大一個可以踢球 這麼準確 就算我減慢車速 我覺得那群小朋友都扔得中 所以那些客人是硬吃的 那加了車速呢 嗯 那就是中高票 但我想我也覺得很難避 因為它已經拿了那些東西 一走 這樣 為什麼又中 又是我 為什麼經常都是我中的呢 那是不是因為你經常太多機會 在路上出現呢 是 因為我開車的次數 一定比其他人多 因為這輛車就等於我對腳 出身街都開車 但這個我覺得 它未必是看中我們的膚色 所以它不會是少及其事 因為它都是隨機 選到哪一架 就扔哪一架 但剛才那單 可能它看到我們 不是他們居住的人 所以就覺得 挺好玩的 這一單我覺得是不幸運的 居多 剛巧遇上三個小孩 走上一個濕滑的公路 哈哈 對了 扔液體的事件 雖然拍不到 其實我們說第三單 第三單我們也是拍不到的 只是我們親眼看到的 但我覺得比扔液體嚴重 是扔石仔 那我們說第三單 好 第三單 扔石頭 這麼誇張 那我們在哪裡遇到呢 其實就是和阿春散完布 在Vtail Park附近 發生的這件事 當時有這條大馬路 一條比較多車的馬路 旁邊就有兩個 十歲有沒有 多一點 有十歲一定 兩個Local男生 其實本身沒有什麼 我見過在麥當勞走出來 很自然地走走 走到馬路上 接著就聽到 就見到他們是 對準準大馬路走的車人 就是這樣 砰 這樣扔過去 瞄準車子扔下去 我都很慶幸 我沒有中 我還特意去到哪裡 我當然是走反方向 又到我中招 我就不想 但是這件事 令我們聯想 說回上次i3 駕駛又是走 類似那條路的 突然間駕駛一下 很大聲 好像有些東西彈出來 撞到車身 回到來就見到 有個洞 穿了一個洞 對 撕起了一塊鐵 嗯 還有花了的 還有穿了一個洞 那個情況 你幻想不到 是一塊東西扔出來 可以花到這樣 當時會不會 都是有同黨 在不知道躲在哪裡 扔石頭 就扔中了你 而當時我們沒有想過 會有人扔石頭 大哥 沒有想過 如果不是親眼見過 我都不敢相信 是 貪玩到這個地步 那如果剛巧那個人 開著車窗 這裡很流行開車窗 那你一下子扔中他的頭 會死人的 他沒事的 所以他們這麼貪玩 我們都有跟一些 在這裡住過很久 或者是 曾經讀過書的朋友 去說我們遇到的情況 他們給我的感覺 都會說 很正常 小朋友是玩這些的 很普通的 可能他小時候也是這樣玩過 我覺得真的 你要玩 不要牽涉到 可能有些人身安全 影響到 我覺得是 你要畫一輛車 我都覺得你是貪玩 OK 接受到 你找一塊石 我接受不了 找一塊石 你扔車 你如果扔不中 你扔中的司機 是會死人的 是嗎 我覺得是很嚴重的 但我不是很接受到 他們是這樣的 這個說法 你也可以形容 我去打劫 我去偷東西 扔我玩而已 我貪玩 我小時候貪玩 我去偷東西 我去打劫 小朋友要留意 這是不對的行為 這是家長之恩 我們說完 原來這麼好玩 我又去玩 千萬不要 不要學 就算他有沒有 實際上去做到人 好像剛才第一個案件 他純粹出來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但他已經影響我的情緒 對於可能 心血少 對 心血少 真的被你嚇死 他無端端開車 突然停在你前面 即是怎樣 碰瓷擋 還是 嚇死什麼 心都來一來 這樣是不是 摩亞姐 不要去英國 那沒辦法 既然在這裡生活 都是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說這些話題 並不是真的要唱衰英國 不是你是在唱衰的 OK 不是說叫大家不要來英國 只是想提一提大家 確確實實 英國這裡真的有這個問題 如果大家有些住在英國 還沒遇到 我真的恭喜你 你真是很幸運 我也想知道你住在哪裡 我可以住在你那裡 等不用再被這個煩惱 煩到 阿春在睡覺 阿春在這件事上 他其實也是害怕的 他也是害怕的 因為我跟他在後面 他也是害怕的 平時有些人走過來的車 他就已經 廢驚 對 會廢驚 會嚇走對方 當時他好像 他也是害怕的 他不知道是不是感受到我害怕呢 都是的 通常這些狗仔 就會 感覺到主人的情緒 而去 作出反應 會去害怕 或者是給了什麼反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英國 遇到類似這些情況 歡迎在下面 我們理性討論一下 這次我們幸運遇到的同黨 是沒有什麼殺傷力 雖然不是經常都會遇到他們 但是大家都要小心 最重要是注意安全 好了 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我自己也不希望 再發生這些同黨事件 因為我真的很蛇鬼 而且比較害怕青 我想真的很難 這個問題 其實英國很普遍 如果大家會移民過來英國 都要考慮到這一點 反而是要學會怎樣應對他們 我覺得 我要慢慢學習 好 我們今集到這裡了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分享 讚好 訂閱 留言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Follow春娟IG 可以看到她最新動態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